那HME的模型主要的框架是一个 我们叫混合的一个格式模型 那它包括一个Curve Fit模型 和一个经典的SER模型 那Curve Fit模型呢 是HME自创的一个统计模型 主要是用来拟合 以观察到的死亡人数 并且可以估计一些变量的影响 那这个方法已经发表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搜索一下 可以看一下那个文章 那SER模型呢 是研究传染病的经典模型 这张图呢 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SER模型的一个示意图 那之所以叫SER呢 因为这个模型 它把人群分为了几个部分 分别是Susceptible 就是易感人群 Exposed 暴露人群 Infectious 感染人群 和Recovered 就是康复人群 当然这还有一个死亡 死亡人群 那这个人群呢 在每一个时刻呢 它只能待在其中的一个格式内 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呢 人们可以在这些格式间通过规定好的方式和概率来进行移动 比如说Susceptible可以以这个Probability 这个Beta来移动到这个易感人群 但是你不能从 Sorry 从易感人群移动到暴露人群 但是你不能从易感人群直接移动到感染人群 这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只要是估计出来的这个模型里面的这些参数 那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预测每一个时刻的一个疫情的情况 那这个过程主要大概其实是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用那个Curve Fit的模型来估计新冠的一个死亡和感染人数 这里用的是一个Hierarchical Modeling的方式 这一步也同时可以估计出来上面我提到的一些这些参数 那第二步呢就是用这个ICR的模型来模拟疾病的一个扩散过程 第三步呢是用一些重要的变量 比如说口罩使用率和一些什么温度湿度这些 来调整预测的一个趋势 那这里重要变量主要有社交隔地政策 移动性 改变 检测率 人口密度 口罩使用等等 那这里我会讲两个例子 就是其中一个是口罩使用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移动性 那这里我先说移动性 那移动性的数据来源我刚才也介绍了 主要有这四个谷歌 全球来说主要有谷歌和Facebook 这是可能有100多个国家的数据 包括美国 然后美国的数据呢除了谷歌和Facebook以外 还有SafeGraph和DecasLab 这都是每个州的数据都是有的 那移动性的估计过程主要包括数据标准化 数据平滑或者我们叫DataSmoothing 这个中文可能翻译的不太好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步是计算一个符合指数 或者叫CompositeScore 那在得到这个移动性的一个符合指数后呢 我们估计了社交隔离政策对这个移动指数的一个影响 然后并用这个Estimates来预测在不同的社交隔离政策下各个地区的移动性会有一个什么变化趋势 那这里是纽约的一张移动性的一个趋势图 这里可以看到Y轴呢是和基线相比 这个移动性下降的百分比 比如说像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在1月份左右的时候是0 就是基本上是基线的一个水平 然后随着这疫情的发展到3月份的时候就明显了一个下降 就是下降最高的时候可能达到了一个百分之七十六七十的样子 之所以是用这个下降的比率呢 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data standardization 数据标准化 因为每一个数据员的数据的这个unit 它的这个measurement是不同的 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距离 那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把它转化成了一个标准的百分比的下降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可比的一个数据 然后之后呢我们是用这个叫stgpr的方法 或者我们叫一个spatial temporal 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 是一个统计方法把这些数据 你们看到这些点 这个不同颜色是不同的数据源 然后把它整合成最后的一个这个smooth curve 这个黑色的最后的curve 就是我们最后估计的那个复合指数的一个趋势图 然后这张图呢展示了不同的社交隔离政策对移动性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居家链可以减少大概19%的一个移动性 然后这个关闭一些非必需的商业 可以减少21.5%的一个移动性 然后这个15%是关闭学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最右边的column是 实施所有前面这五种社交隔离政策 那它可以减少大概其55%的一个移动性 所以说这些社交隔离政策对减少人们移动性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 那这张图呢是我们最终的一个mobility 就是移动性的一个结果展示 那这个紫色的这个淡紫色的这个是佛罗里达州 然后粉色的这个是纽约州 黑色的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总体情况 然后每个灰色的线都代表了一个州 但是在这里面就没有显示出来 不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我们的那个网站去去看一下 它有一个很好的这个visualization tool 你们可以去interactively的去看一些你们感兴趣的数据 那这个是美国移动性的一个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截止到6月28号 那美国各个州的移动性和疫情前 比较还是有很明显的下降 就基本都是40%三四十的一个样子 只有中部的几个州可能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 那第二个例子呢 我可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口罩使用效果和使用率的一个估计 那这个问题呢 主要是分两部分 一个是口罩使用是到底有没有效 它的效果是多少 那第二问题就是有多少人使用口罩对吧 那针对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收集了41个研究的一个结果 然后使用这个metaregression的一个方法 估计了一个口罩使用的平均效果 这个方法应该大家如果做过一些 中数的研究的话 应该也是比较熟悉的 但是我们使用了一个比较新颖的方法 叫Mr.Burk 这是我们机构自己 现在是develop的一个新的一个 专门做这个meta analysis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Forest Pub呢 展示了不同口罩在不同人群中的效果 那比如说对于医务人员使用口罩 使用医用口罩 可以减少58%的感染风险 这个RR是0.42嘛 那对于普通民众 即使说你使用普通口罩 也可以减少33%的感染风险 这都是非常显著的 那口罩的平均有效率呢 大概已经达到50%左右 所以说口罩使用还是非常有效果的一个措施 那第二问题是有多少人使用口罩 那这里呢口罩使用的定义呢 我们是外出时总会配戴口罩的人的比例 那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使用了Premise和Facebook的那个数据 来估计了全球101个国家的一个口罩使用率 那这张图呢 就是截止6月19号的一个全球的口罩使用率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美洲 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 他们这个口罩使用率是非常低的 和其他地区比的话是非常低 那现在美国政府呢 也是鼓励民众戴口罩 但是我感觉效果不是特别好 这个可能是跟美国的和欧洲的这些文化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 刚才老师也提到了文化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在美国感觉 大家认为就是只有生命的人需要戴口罩 戴口罩可能很多时候会被大家歧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吧 我感觉到这些文化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